恒星和行星还是有本质的区别,主要由质量和组成所决定,木星虽然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,但相比太阳来说,它的质量也只是太阳千分之一的量级。 长期从望远镜拍摄的木星,可以看到它带有带状的条纹,木星很早就被发现有四个较大的卫星,美国起今已经发射了先驱者、旅行者以及伽利略等空间探测器。 对木星进行了环绕飞行和科学探测,对于太阳这样的恒星,其性质主要是由其质量和组成决定的。 太阳的质量占据了太阳系总重量的99%以上,维持着太阳系的行星以及其他天体的运行。 太阳就是靠着巨大的质量,通过隐蔽约束着内部的超高位等离色系,越靠近核心,物质的温度和密度是不断递增。 太阳内部必须具有更高的温度和密度,才能平衡巨大引力的作用。 太阳核心处不断产生和聚变反应,在聚变过程中,损失的质量转化成了能量,这就是整个太阳系能量的源泉。 所以,对于木星来讲,其质量还远远达不到恒星的级别,但约100个木星才能满足质量的需要,产生足够的引力约束。 即使木星把太阳系其他所有的行星和天体都吸收了,也满足不了这个要求。 这个事实,在太阳系形成的初始,就已经决定了,太阳强大的引力早就限制了巨行继续成长的可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